好的,各位同学,接下来我们来看97课的单词,请看第一个,叫leave,leave,好的,这是个动词,所以呢,咱们得知道它的过去式,以及过去分词的变化形式,好,一块读一下,leave,left,left,一块读,leave,left,left,好,这个词呢,早在83课我们就学过一词了,当时它的意思叫离开,那今天呢,请大家来看单词上面写了,叫遗留, 所以今天呢,我们要把这两个意思都给大家做一个梳理,那请大家选看第一个意思,叫离开,作为离开呢,它的意思非常的简单,当然用法也很简单,如果你要表示离开一个地方,你就直接把这个地方加在leave后头就可以了,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,比如说,他离开了北京,就叫做he has loved Beijing,就行了,再比如说, Don't forget to give me the room key before you leave the hotel,意思是说呀,在你离开酒店之前呢,不要忘记把钥匙给我,OK,那么离开酒店就叫leave the hotel,好的,这是作为离开的这个意思来说,用法很简单,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意思叫遗留,实际上遗留呢,用我们比较地道的中国话说,叫做la, 也就是说,你因为忘记了,所以把一个东西给忘在了某一个地方,就是这个单词,比如我们来举个例子,I left my bag on a train,意思是说呀,我呢,把我的包忘在了火车上,OK,好了,所以这个用法呢,其实也不难,只要你要表达把什么东西忘哪儿了,都用这个表达形式,OK,好了,接下来我们要说个更加地道的, 请问大家哈,如果你要告诉一个人,不要把门关上,你会怎么说呢?一般的人都会这么说,叫做don't close the door,或者don't shut the door,这个完全可以,完全没问题,但是呢,大家仔细想想,刚刚这两句话呢,实际上都应该是什么句呢? 其实句,叫don't blow blah,是吧?那么大家知道,其实句呢,在有些情况下,它的语气是很强烈的,而有些时候呢,对于某些人,对于某些心灵极根脆弱的人来说,你要用个其实句,它可能立马就受不了了,所以呢,在这种情况下,你就可以把don't shut the door,换成另外一种说法,也就是说,不要关门,其实就是把门留着, 所以,大概这个时候就可以说,please leave the door open,ok,好的,那同样的道理,我说你不要关窗,也可以说,please leave the window open,ok,行了,这就是关于leave,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知道的两个意思,好嘞,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,叫做describe,describe,这个单词的用法非常简单,比如说,我们可以这么说,please describe a person you like best, 意思是什么呢,请描述一个你最喜欢的人,那么这个单词尽管用法很简单,但是,在很多口语考试当中,它经常会出现,因为在很多考试当中,经常要求大家,用这个英文来描述一个人,或者描述一个地方,甚至是描述一个建筑物, 尤其在雅思口语考试当中,这些话题都是可能被问到的,所以这个单词你不单单要听懂会,更要了解使用,ok,好的,我们再读一遍,叫describe,describe,那因为它是个集物动词,所以呢,描述什么,你就把这个东西或者人,夹在它的后面就可以了,比如说,describe a person,就是描述一个人, 再比如说,describe a building,就是描述一个楼,ok,好了,接着我们再往下看,下一个单词呢,叫拉链,来,一块读一下,叫做zipper,zipper,好的,那这个单词呢,其实也能被叫做zip,zip,那咱们书上写的呢,就是zip,只不过美国人呢,有些时候会把它读成zipper,zipper,ok,好的,这是这个单词最基本的含义,就是拉链, 其次呢,我们知道这个词还有动词的含义,什么意思呢,作为动词它就是拉的这个意思,比如请大家来看这个句子,叫什么呢,please zip your lips,意思是说呀,请把你的嘴唇给拉上,那么大家想想,嘴唇这个单词叫lips,把嘴唇拉上是干嘛呢,其实就是不要说话了,所以它就相当于shut up,shut up,这个意思,ok,好了,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,下一个单词呢,叫标签,咱一块读一下,叫label,label,ok,这个单词的意思呢,很简单,就是我们在新的产品上,或者新的东西上,新的衣服上所看到的这个标签,我们都可以叫这个单词label,ok, 那讲到课文的时候,我们会详细说这个单词,以及它在句子当中如何使用,ok,好了,下面一个单词呢,叫提手,或者是把手一块读,叫handle,handle,这也是个名词,很简单,不再说了,接下来看一个单词叫地址,读一下address,address,当然,也可以读成address,address,就这两种发音都是可以的,ok,好的, 那么如果你想问别人,诶,你的地址是什么呢,或者,能不能告诉你的地址,那么大家看看,这个句子是最简单的一个句型,叫什么呢,what's your address,what's your address,就跟那个,what's your name,是一模一样的,是吧,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句子呢,是可以使用的,但是,在熟人之间你用,完全没问题,但是如果不熟的话,你直接问,诶,地址多少,告诉我,太直接了点,所以呢,我们可以把这句话, 变得更为委婉一些,叫什么呢,叫做,can you please tell me your address,就是,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地址,这样就礼貌多了,ok,好的,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,叫pence,pence,这个词咱们早在之前的好多课文当中,无数次提过了,这个单词是辨识,而辨识的单数形式,大家就要知道,叫什么呢,叫penny,penny,好的,我们再看一个单词, 这个单词叫pence,pence,这个词咱们在之前的很多课文当中都说过,它的意思叫辨识,只不过呢,它是辨识的复数形式,那单数形式大家需要知道,读一下penny,penny,ok,好了,接下来再往下看呢,是最后一个单词,但是,这个单词是这篇课文里面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,来,我们一块读,叫belong,belong, 好,这个词呢,是一个动词叫做属于,那么我们先来知道一下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,来一块读叫belonged,belonged,ok,行了,接下来要知道什么呢,就是,这个动词是一个不及无动词,如果当你要表达,这个东西属于谁,一定要表达belonged to,再加上somebody,ok,再读一遍,belonged to somebody,ok,好的, 比如,我要说这东西属于我,我就可以说,it belongs to me,属于他,叫it belongs to her,it belongs to him,it belongs to them,it belongs to us,总之呢,就是在表达这个belonged to,后边所加的这个宾语的时候呢,注意,一定要用宾格形式,当然其中的原因大家也能想见,因为belonged to,这是一个动词作为语,后边你需要加的时候, 是宾语,既然加宾语的话,那当然用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了,是吧,ok,行了,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这样一个句子,我说,that dictionary belongs to me,什么意思呢,那本字典属于我,这个意思,ok,好的,再接下来我说,does the house belong to you,什么意思呢,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吗,就这么说,ok,再来一个,叫what party do you belong to,你属于哪个党派,你属于哪个派别, 都可以这么说,ok,好的,那么大家仔细来看一看以上三个句子,第一个句子呢,是belonged to的一个陈述句,第二个句子呢,是一个belonged to的一般疑问句,第三个是特殊疑问句,因为它是动词,所以大家务必注意,我们需要用do系列的词,向它进行提问,ok,好了,那么至于这个单词更多的用法呢, 我们会在语法部分详细展开,ok,